给爸妈买的房子都有哪些特点 一来生活是必须要方便的 有步行可置的商业和饭后散步的公园 第二呢 性价比得高 可以住也方便租 第三呢 开发商还得靠谱 交付时间得晚 定金要少 大家好 我是雪人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 雪人要给父母买的楼花项目和他的介绍 我的身后就是这个超大的公园 住在这里真的是太舒服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想用自己的一个购房思路和考虑点 帮大家一起考察考察 这个项目究竟值不值得买 刚刚我们所在的露台 是新建落成的Brivia View Condo Rooftop Terrace 它面对的就将是永不被开发的绿地公园 在我看来 每天饭后一个完美的散步 就是旁边的商场里 没有目的地看看有什么好的商品和蔬菜 最后来上一个冰淇淋 然后在旁边的公园走一圈回家 这个朴素的愿景在国内是特别容易实现的 但说实话 目前在York Region Markham只有住在这个地点可以实现 的确 走路有Whole Food Plaza 有机蔬菜 生鲜大虾 新鲜牛排 蠢厚牛奶 松软面包 这里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个超市 有宠物的家庭 这里还有PATVALUE 需要办理银行业务的 有RBC和BMO 有时Whole Food水果过于昂贵 我就会在NoFreal买一些 走了5分钟也是可以到达的 回家的时候顺便打包一个云吞面 特别推荐这个云吞面 汤鲜面谈 鲜下新鲜 无论是干捞还是烫面 配上它特制的辣椒油 不想做饭的晚上打包一份 营养又方便 其实每每走过沃南海维塞布路口时 我都会在想这个项目合适开盘 今天这个项目降于9月17号开盘 名字特别有意思 叫Pagian 源于希腊词根 超级大陆的意思 我想放在这个项目上面 就是创新和雄伟的秉称 这个项目是一共两个tower 现在开盘的是North Tower北塔单位 一共是45和40层 外加一个4层的Polian的群楼 目前开盘的是40层的北塔 现在无人机所在的位置 就是这个项目未来开盘的River系列 最安静的两座楼宇 以后开盘的6个condo朝北单位 都将纸面于highway7 说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各个潮上的风景 每层楼外目前是10个单位 4部电梯 03的户型是最小的 朝西北向530尺 然后带着一个102尺的大阳台 史记的水面值是632 63.7万起家 每尺的平均价格是1200 这个户型和我们现在视频当中看到的 朝向和户型大象是比较类似的 09和10是东南的两个端头单位 09的户型是720尺 外加赠送45到199尺的阳台面积 价格是83万起 尺价为1152 这个户型是可以做到一个Split Bedroom的布局的 而且两个卫生间都离卧室很近 如果您考虑1加1的单位 就是06户型了 72.7万起 炒单的单位每尺是1137尺 但开发商会加上一个玻璃衣门 有7×8的空间 可以放成一个书桌和一个单人床 可以做两个卧室使用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直观了解这个项目 和最近二手房的一个差距价格 我在这里做了一个表格 分别选取了最近卖出的8号 Reverview新完工的楼 和建于2018年的15号 Waterwalks卖出的单位 总价和尺价分别进行对比 并且所有二手房是减少了6万的车位价格的 我们看到9号户型的溢价比为111 06为105 03为123 其实传统以来 楼花因为交付钱无需贷款 且定金为15%的房价 分批进行付款 交付的时间也比较晚 交付后的新楼是不受任何租金管控的 一直以来都是要更贵的 而这个图是揭示了一直以来 7房楼花的溢价比 平均从2012年到2015年 都在40%左右为平均值 现在是更是达到了60% 本次的溢价比仅在5%到23左右 属实是熊市买楼花的难得机会 2028年的春夏交付开发商封顶费 两估计是为1.2万加比 一估计是为1万 EV Charger呢 车位是7万 普通的是6万 签约仅需5000加倍 然后余家的30天之内呢 支付的是5% 随后的180 365 545和730 各支付的是2.5 交付钱一共支付的是15% 它的内饰也比较漂亮 很现代 九尺层高 赠送的全套家电 还有卷身房 宇佳市儿童乐园 棋牌市图书馆 这次将不会有泳池 可以更好地控制管理费的涨幅 其实Times Group的楼花 我个人一直是很喜欢的 开发商管理有道 管理费的控制一向是非常合理的 它的前期项目 Riverview Riverside Optum Drive 10年的平均涨幅 在113% 高于市场均值 隶属的Unival的老牌高中 深受大家喜爱 走到Unival的渔人村 也是Marcom最好的社区 生活在这里 我只能这样形容 取一方安静天地为家 想了一段岁月静好时光 推窗间滤井 出门市公园 步行有超市 便利你我他 安全安静安心方口为家 希望今天的介绍 能带你身临其境 了解这个项目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千万记得和我们联系 除了锁定理想单位 我们也将为您提供的是 税务优化 贷款申请 升级规划等等服务 看到这里的您不妨 给我们点一个赞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是Sharon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